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孔子在《论语》中讲的人 《论语》八译中记载 鲁国的大夫济世,灭世理智 在自家庭院里,悠然自得地观赏八支乐队奏乐舞蹈 济世时,又名乐公演唱了诗篇《雍》 可这些都是天子专想的仪式啊 孔子知道了,生气地大骂道 人而不人,如礼盒,人而不人,如乐盒 济世在家,把自己想象成了天子 肆意享受音乐,践踏理智 就是因为济世不仁啊 孔子说,只有内心仁德的人才乐意遵循礼 礼是规范一个人外在行为的标准 如晚辈要给长辈让座 人则是内心的道德 一个人如果不仁,他不会让座的 如果假装人,让了座也不会高兴 他若是真诚地想要帮助长者 就会非常乐意地让出座位 这才是人 那怎样才能够做到人呢 论语李仁有这样一句话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树而异 这里的道特指孔子的人道 有一天,孔子把弟子曾申叫了过来 对他说,曾申啊 我的人道用一个道理就可以贯穿起来了 曾申恭敬地回答道 懂你 孔子离开后,其他的弟子都满心困惑 摸不着头脑 曾申便解释说 我们的老师讲的人道啊 就是忠和树啊 那忠和树又是什么呢 忠,心字上边一个忠 本意就是忠心无私 一个人怎样做才算无私呢 子曰,夫人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说 一个人得的人 自己想要成功 也要帮助他人取得成就 我们要时时刻刻 推挤几人 自己想吃好吃的了 也要把美食分享给同伴才行 自己想考一百分 也要帮助同学提高成绩 这样才是忠心无私 那什么是树呢 论语魏林公记载 子曰,其树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树就是自己不想要的 不要施加到别人身上 自己吃到一包很难吃的零食 自己不愿意吃了 就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吃 这就是不懂得树了 因此 如果国君也懂得中树之道 那么国家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每当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国君就会想到自己不愿意丧生 既然想到老百姓也不愿意失去性命 绝对不会轻易开战 齐国的管仲帮助齐桓公治理国家 齐国也因此成为了第一强国 但并没有四处欺负别的国家 而是大会诸侯定立盟约 常年的战乱也就此停止了 孔子就赞不绝口道 管仲太有人心了 郑国的老百姓 平常喜欢聚集在乡校这个地方 一论正事 有人就给大夫资产打小报告 建议毁掉乡校 资产不同意 反派人去倾听老百姓的议论 记录下来作为施政的依据 孔子不禁感叹 有人说资产不仁 哼 我才不信呢 孔子宣扬了人的思想 两千年后 我们仍然知道有人人知识 大人大义这样对人的赞美 而为父不仁 假人假义 则让我们唾弃 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啊 这一讲就先讲到这吧 大家快去答题抢金币吧